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西林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讲一下下一讲 也就是蓝牙防丢气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蓝牙防丢气的一个简单的开发介绍呢 它主要是基于什么原理呢 就是基于信号的强度来进行 然后再通过一些利波算法 一些其他的算法 然后实现一个计算 手机和防丢子机之间一个距离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可以设定 如果手机去设定它的距离 如果大于什么距离 然后就判定为超出你设定的范围 然后就会发出警报 如果不超出范围 就不发出警报 当然还可以做一些电子围栏什么的 比如小于一个什么范围 然后就发出进入围栏警报 然后大于一个什么范围 然后就是走出围栏警报 这都是可以设定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寻物功能 就是说你那个目标物品上也有一个蓝牙防兜器 就是说然后你可以通过手机给它发信号 就是命令 它发出滴滴滴滴那种声音 然后就可以提示你 你就可以跟着声音去找 这个就是一个蓝牙防丢寻物的一个功能 它其实就是防兜的基础上 它加了一个寻找的一个功能 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我命令你仔细发一个声音 让我去找 就这样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还可以扩展一些其他的功能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还有什么功能 比如防兜器 反正那个手机的手机物品 你可能就是随身带着 因为为什么要防兜 因为就是你带着的时候 怕被偷 你装一个东西在那里防兜 当然你装这个在里面的 你可以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寄步功能 是不是 就加一些寄步的一些传感器 然后就寄步一些寄步的一些程序算法 然后就可以实现寄步功能 对不对 因为你随时拿着的东西 你肯定都跟着一起在动的 你可以加 或者你放在车上 你可以做一个定位的功能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是一个简单的研发介绍的话 就给大家这么讲一下 反正它的硬件的话 可以大家可以用模块 或者是自己去画都可以 如果有技术的话 可以自己去画 因为在画的过程中的话 画电路的过程中 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 这个电路跟程序这些的一个关系 因为你写这种 偏向于单品级底层的这种程序的话 那必须要知道硬件 不然你不知道硬件 你怎么知道这个程序 怎么去操作哪个端口 或者去操作什么 里面的芯片的一些资源 或者外设怎么去操作 那肯定就不会知道 那肯定就等电路 你才会更能 能更好地理解这种代码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里吧 因为是简单的介绍 我也不想说的太多 因为说的太多 还不如自己去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比较了解的比较多 因为我讲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局限性 因为我讲的可能大家有的知道 但是有的是不知道 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大概的一个原理 但是具体的一个里面的一些东西的话 还要靠去摸索才知道 大家要去摸索才知道 不然你总是不去做 就天天在那里 这个怎么弄 那个怎么弄 然后又没去研究 又没去具体的去用硬件去搭建 去做一个平台出来 那肯定你天天看程序 看不出东西来 或者看领位 看不出东西来 所以还是要动手 对于做这种开发设计方面的话 大家必须要动手 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吧 然后我们蓝牙的介绍4.0 大概就讲这些吧 因为我们是讲的原理 然后具体的话 跟其他 其实跟之前找的那种 讲的那种差不多 也就是跟手机连接 然后通过 通过那个特征通道 接收的数据 然后再处理相应的 处理到特征结果 然后再给特征通道写数据 然后手机又读取特征通道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数据进行 来回的传输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